它的饲料的转化效率 我们可以用6到7公斤饲料 就可以生产出这个1公斤的活种 利木赞 安格斯 夏洛莱 西门塔尔和日本和牛 这些都是非生国际的肉牛品种 我们要如何利用有效开发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肉牛这个家畜里面的大个头 对很多养殖户来说都会望而却步 倒不是因为它不好养 而是都卡在出肉绿这个瓶颈上 虽然说现如今大家都在通过杂交 来改变本地肉牛的性状 使之十全十美 但是落实到因地质疑这一环节 还是会难以决断 最终放弃 那今儿啊 咱就再往深了聊 把每种牛都说透了 您也就好选择了 牛肉 是我国 也是世界上 多数国家的主要肉食之一 直接引进国外的牛 可以直接就饲养纯种牛进行生产牛肉 引进牛还是用于改良我们国家的本地牛的肉用性能 那什么样的牛才算肉牛呢 肉牛呢 我们在科学上给它定义呢 是它是在一定的技术支持下 高效率生产牛肉的品种 目前 世界上有不少优秀的肉牛品种 如 法国的利木赞 夏洛莱 金色阿奎丹等 瑞士的西门塔尔 英国的安格斯 意大利的皮埃蒙特牛 日本的和牛等等 与其他用途的牛品种相比 它们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从体型上来说 易用牛的体型前去发达 而肉用牛呢 是后去发达 后去是长肉的地方 所以它产肉量就多 它的整个的体型 大概是像一个砖块一样 然后在生产牛肉的这个品质上来说呢 肉牛生产出来的牛肉 它更符合人们的需求 易用牛呢 也能生产牛肉 但是生长速度呢 是比较慢的 饲料转化效率也低 而肉用牛呢 它的生长速度快 这个饲料转化效率呢 也高 这些肉牛品种 一般预肥到18月零 就可以达到出栏标准 而我国本土牛种 一般都要在24月零出栏 缩短养殖周期 减小养殖成本 特别是在饲料转化效率上 国外的好的肉牛品种 像利木赞牛 它的饲料的转化效率 我们可以用6到7公斤饲料 就可以生产出 这个1公斤的活种 但是我们要用本地品种的话 本地的易用牛品种 一般的都要在10公斤以上 再有就是产肉量高 这些肉牛品种 18月零出栏时的屠宰率 都可达到60%以上 像依产肉量高而闻名的 夏洛莱牛 18月零屠宰率 可以达到70% 我国本土牛种 18月零屠宰率 为55%至57% 国外肉牛品种 具有明显优势 但它们也不是实权实美 比如在抗逆性 耐粗丝等方面 就不如我国本土牛种 这些问题 都是在引进与养殖中 加以注意的 今天 我们就以几个 引进肉牛的优良品种 利木赞 安格斯 夏洛莱 西门塔尔 和日本和牛 为广大肉牛养殖户 提供一些参考 利木赞牛呢 它是产于法国的中部 利木日高原 这个牛呢 原来它也是异用牛品种 随着法国的 对于牛肉的需求 那么他们呢 很早就把这个牛呢 进行了改良 最后经过不断的选育 在上个世纪呢 培育成了一个 世界非常优良的品种 利木赞牛 从外表看 十分漂亮 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从毛色上 枣红色 或者是淡红色 这个红色跟我们中国人 所喜好的牛的背毛的颜色 是非常一致的 另外呢 就是它的特征 就是后驱丰满 肌肉发达 头部短小筋汗 额宽 公母牛都有脚 胸部宽伸 体序较长 四肢粗短 在所有的牛种里头 利木赞牛的生长速度 几乎是最快的 为什么快呢 经过研究发现 它有一种快长基因 把它命名叫F94基因 这个基因提高了 它的生长速度 在很多牛上 这个基因的频率是很低的 而在利木赞牛呢 这个基因的频率呢 是高的 出生公毒 重35至40千克 母毒 32至35千克 孵入器 平均日增重 0.9至1.3千克 断奶后到18月出篮前 生长更快 平均日增重达到1.5至2.4千克 出篮平均公牛体重1200千克 母牛体重600千克 利木赞牛它的采食量低 吃得少 长得多 所以它饲料转化效率就高 这是一个 这个牛跟别的牛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利木赞牛 利木赞牛料肉比为5.7比1 利木赞牛早熟易配 公牛12月零性成熟 但常在18至20月零初配 母牛10月零性成熟 初配年龄在12月零左右 产度间隔短 一般都是12个月左右 联产性好 极少难产 公牛利用年限为5到8年 母牛利用8至10年 利木赞牛的产肉性能尤为突出 由于它骨头细 所以屠宰率也高 所以利木赞牛它的屠宰率都在60%以上 然后净肉率也高 一般都在50多 利木赞牛瘦肉率高 瘦肉率为78%至87% 利木赞牛肉 肉质细嫩 肉色鲜红 纹理细致 富有弹性 大理石花纹适中 肉香浓郁 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 利木赞牛适合集约饲养 集约饲养条件下 生长速度明显优于其他牛种 利木赞牛在欧洲 亚洲 美洲和大洋洲养殖较多 我国在1974年以来 数次从法国 澳大利亚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引入利木赞牛饲养 并繁育纯种利木赞牛 利木赞牛呢 由于它这个牛的适应性很强 可以适合于东北 华北 西北 以至于南方的这个广大地区 牛都有一个基本的特性 不太耐热 所以这个牛呢 在南方饲养的话 相对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 最适宜的地区还是温带地区 利木赞牛除了肉用 还用于改良本土黄牛的肉用性能 在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安徽 湖南 宁夏等省和自治区 实验表明 利木赞牛与本地牛或其他品种杂交的后代 继承了利木赞牛的优良血统 体型增大 肉用性能明显 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效率显著提高 具有肉牛的典型特征 利木赞牛饲料要营养丰富 食口性强 容易消化 要多味豆粕等 半白质饲料 青干草和多汁饲料 青醋饲料在日粮中 一般要占总营养物的60%左右 不要过多 特别是利木赞玉肥牛 适当增加玉米等能量饲料 以免影响生长速度 有眼缘 长得快 如果您的养殖场地处北方 这一身红毛的利木赞牛 也许能够给您帮上大忙 而它的朋友安格斯牛 体型要小一些 顺产率也会高一些 毛色有黑有红 同样适合北方饲养 毛色的控制呢 所以是遗传来决定的 特别是安格斯牛的这个黑色呢 它是一个险性基因 那么黑牛配什么样的母牛 生出来的全是黑牛 毛色跟肉质没有直接的关系 安格斯牛头小而方 额宽 背腰宽厚 全身肌肉丰满 四肢短而直 安格斯牛抗寒能力强 零下20摄氏度情况下 生长速度和日增重 也不会受到影响 公母牛都无脚 而且性情温顺 便于放牧管理 与其他的肉牛品种相比 安格斯毒牛出生时体重小 公毒出生重25至32千克 母毒出生重23至28千克 所以安格斯牛顺产率 比其他品种高 可以达到98%至100% 这个安格斯牛呢 它首先是一个早熟性的品种 生长速度总的说还是比较快的 那平均下来日增重 也要在1.25到1.3公斤左右 安格斯牛一般料肉比为 6.8至7.2比1 安格斯公牛12月0达到性成熟 常在18至20月0出配 母牛10月0达到性成熟 12至14月0出配 产毒间隔12个月左右 18月0出栏 公牛平均体重900至1000千克 母牛平均体重500至600千克 安格斯牛产肉量较高 18月0育牛屠宰率为60%到65% 收肉率为80%至85% 肥瘦适中 肉质也较为细呢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 如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都饲养 安格斯牛 20世纪80年代 我国从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 引入安格斯牛饲养 目前 在我国北方省区 如新疆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河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都有养殖 安格斯牛适合在我国北方地区养殖 针对安格斯牛肉质细嫩的特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 安格斯牛在育肥期的四位管理 育肥牛四位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断奶后到6月0 日粮以粗飼料为主 占日粮比例的75% 每头牛日采食干物质4000克左右 第二阶段是7月0到14月0 是强化饲养阶段 日粮中 精饲料比例占35% 每头牛日采食干物质6000克左右 第三阶段是15月0到18月0 日粮中 精饲料比例占40%到45% 每头牛日采食干物质7.5至8000克 可以达到良好的育肥效果 哪个不挑食 哪个不得病 哪个肉质好 引进牛呢 必须要符合卫生检一条款的要求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注意 引进这个牛的原产地 饲养地的饲料供应的条件 两个地方呢 也是要比较一致 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哪些要在意的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下落来牛背毛为白色或乳白色 头小而宽 脚圆而长 并向前方延伸 脖子粗短 体躯成圆筒状 肌肉发达 背宽肉厚 后臀肌肉丰满 四肢强壮 下落来牛最大的特点是耐粗饲 轻粗饲料占到日量总量的70%至75% 适合半摄氏 半放牧的养殖模式 常用的粗饲料有各种干草和接杆 下落来宫牛12-14月0达到性成熟 常在18-20月0出配 母牛10-12月0达到性成熟 13-14月0出配 产毒间隔平均370点左右 连产性较好 生长速度快是下落来牛的另一特点 公毒平均出生重45-50千克 母毒平均出生重42-46千克 平均日增重1.1-1.2千克 成年公牛平均体重为1100-1200千克 母牛平均体重为700-800千克 下落来牛一般撩肉比为6.5比1 下落来牛18月0屠宰率一般为60%-70% 收肉率为80%-85% 但是下落来牛肌肉纤维比较粗 肉嫩度不好 肌肉间脂肪沉积少 形成大理石花纹的牛肉也比较少 下落来牛也是世界上养殖较多的一个牛种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先后从法国 加拿大 美国等国家 引进下落来牛饲养 下落来牛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 华北 西北等地区 在安徽 湖北等省也有少量分布 下落来牛适合在我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养殖 并用下落来牛改良我国本地黄牛的肉用性能 取得了明显效果 表现是生长速度加快 产肉量增多 如下落来牛与我国南洋牛 杂交改良形成的下南牛 与辽宁当地牛 进行杂交形成的 疗育白牛 下落来牛四位管理上讲究粗粮细味 科学搭配 粗鲨料要打碎之后四位 牛爱吃 以消化 省鲨料 精鲨鲨料味量要根据季节适当掌握 冬季多支鲨料较少时 适量补充精鲨料 夏季少胃或不胃 下落来牛育肥初期也就是四至八月零时 要少胃精料 精料过多牛容易消化不良 反而涨飙慢 精料一般占到日量总量的25%左右 育肥后期也就是九至十八月零时 要增加精料投胃量 一般占日量总量的28%至30% 有助于快速育肥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 与其他肉牛品种不同的是 西门塔尔牛并不是纯种肉用牛 而是乳肉兼用品种 西门塔尔牛产乳量高 但产肉性能不比专门化肉牛品种差 是乳肉兼用的大型品种 西门塔尔牛毛色为黄白花或淡红白花 头长 面宽 脚细 并向外上方卷曲 颈部较长 胸宽 体躯长 呈圆筒状 肌肉丰满 前驱较后驱发育好 靠宽平 四肢结实 腿部肌肉发达 西门塔尔牛适应性强 抗病力强 使它成为世界分布最广 数量最多肉牛品种之一 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抗病力强 在养牛上最头疼的就是呼吸道疾病 在牛的运输过程当中呼吸道疾病很多 在有些牛种呢 呼吸道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 相比来说西门塔尔牛它的发病率就比较低 西门塔尔牛公牛12月零性成熟 16是18月零初配 母牛10月零性成熟 13至14月零初配 西门塔尔母牛常年发情 平均妊娠期284天 产毒间隔12个月 母牛的产乳性能 在所有的肉牛品种当中 它是最好的 所以毒牛发育的性能就非常好 西门塔尔牛公毒出生平均重40千克 母毒37千克 平均日增重1.2至1.5千克 成年公牛体重1000至1300千克 母牛650至700千克 西门塔尔牛18月零屠宰率达65%左右 瘦肉率高 瘦肉率为80%至85% 脂肪少 牛肉色泽鲜红 纹理细致 大理石花纹分布适中 20世纪初 西门塔尔牛就被引入我国养殖 毒药分布在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西 河北 山东 河南 湖北等省和自治区 西门塔尔牛 适合在我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养殖 用西门塔尔牛改良我国本地黄牛效果明显 杂交后代在生长速度 产肉率 肉质方面都有明显改善 如以西门塔尔牛为副本 以蒙古牛为母本 杂交培育而成的新牛种 科尔沁牛 又称中国西门塔尔牛 就是西门塔尔牛杂交后代中的佼佼者 西门塔尔牛一般料肉比为6.8至7.2比1 在思维管理上要特别注意毒牛的思维 毒牛为了过早或过晚都会影响生长发育 1月0时 补四精料较为合适 到2至3月0断奶时 就习惯了采食干草和精料 毒牛日粮中精粗饲料的配比 必须合理 一般要求精粗饲料的比例为1比1 4月0后可逐渐增加粗饲料比例 一般到7月0时 精饲料的味量可占日粮的四分之一 一直到初篮为止 上面这二位的特点很直观也很鲜明 养殖过程中您就能省不少心 而下面的这只岛国牛 养的时候可得费点劲 但是人家卖价高 在屠宰场里一刀下去 满眼全是雪花肉 在市场上那可是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日本和牛是世界公认优秀的肉用牛品种 日本和牛属于中型肉牛品种 背毛黑色或褐色有光泽 头小而长 额宽 脚细而肩 体躯低矮 健壮 前躯宽大 肌肉丰满 背部宽而平 后躯较窄 四肢短而直 成年公牛 其中八百至一千千克 母牛六百至八百千克 日本和牛以肉质好 高档肉产量高而闻名 日本和牛二十八至三十月零 屠宰率一般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五 收肉率一般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而动体里脊 吸冷 上脑 眼肉等高档部位肉 合计重量能够达到六十至七十五千克 远远超越其他肉牛品种 并且日本和牛肌内脂肪丰富 使它呈现大理石蚊状 又称雪花肉 日本和牛牛肉细嫩多汁 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使和牛肉能达到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的口感 日本和牛一般在十五月零性成熟 常在十八至二十月零初配 产毒间隔三百六十天 日本和牛生长速度中等 毒牛出生平均重为二十五至三十千克 平均日增重零点八千克 饲养至二十八至三十月零初篮 体重达七百二十至八百二十千克 2008年 我国从澳大利亚引进日本和牛 开始饲养和繁育日本和牛 目前日本和牛和改良后代在内蒙古 辽宁 山东等省和自治区分布较多 日本和牛适合在北方地区养殖 日本和牛要肉比为十比一 对饲养技术要求也较高 玉肥牛牛舍要朝阳通风 四味的食物包括青草 鸡杆等粗饲料 和大麦玉米等精饲料 合理搭配日粮 玉肥初期一至十八个月 精料一般占日粮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八 至百分之三十 玉肥后期也就是后八个月 精料量占到日粮总重的百分之五十 至百分之五十五 饲养员还要给他们播放一些旋律 优美的音乐 调节他们的心情 给他们营造一个轻松快乐的生长环境 保证他们健康生长 在引进牛的时候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注意 引进这个牛的原产地 跟我们现在引进牛的 饲养地的气候条件 应该要比较接近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 饲养地的饲料供应的条件 两个地方也是要比较一致 引进牛必须要符合 卫生检疫条款的要求 上面为您介绍的 这几个引进肉牛的优良品种 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在您引进养殖时 一定要请邀专家 做好充分的调查 掌握特点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好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取栏目的 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